HELLO 大家好 我又是那个超级美电动人的 Loochi Chi 常常有人会问 演艺盘的价格差那么大 那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今天我拿来了两个演艺盘 吃品买回来的汤罗佛特演艺盘 还有今年风很大的 下水道白菜价NAGRO演艺盘 我们今天就要跟我们来对比一下 看看贵在演艺盘究竟贵在哪里 知不知道我们拿喝风吃土 首先我拿到这两个盘 就是感觉那个质感是真的明显不一样 PS的这个盘感觉就是 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身上简直就印着这几个大字 中逼神奇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TAGRO的这个盘 照着一个简简单单的亚克力盒子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装饰 然后TF的这个盘呢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的配色是一个很日常的色系 看看这个光泽度真的非常美 无论是从光泽 还是还是从粉质的细腻程度来说 都是非常优秀的 然后从显色度上来说呢 它的颜色也非常的饱满 盘也压得非常的实 玩意味一张展现的那边 我干嘛就光了 但因为它显色度过高 所以我觉得对新手的酒店不是那么友好 所以本金珠有个良心建议 多练技术晚点再买 土这个东西嘛要慢慢吃的 不能一口就把自己测胖子 拉高了今年几乎很少了 国内外各个美妆国的书妆牌 包括 作为一个口碑那么好的开价品牌 怎么逃得过我的五位 今天我拿的也是它的这个淡珠色系 这个配色就很适用的新手 然后这一盘的质地就是一个牙光的质地了 然后它这个粉质对于它这个价格来说 也是相当的细腻了 但我觉得非粉这个问题差不多是开战的公平了 然后它的显色度其实是有点弱的 不过这一点对新手倒是蛮友好 接下来呢我会用到我的左右眼 测试一下这两盘眼里的直中涅压妆效 什么的品牌 为了保重乌症 我用的是同一套 然后左眼就用Lagirl 右眼就用TF 先用这个淡粉色来打底 然后用紫色沾身眼尾 下面也要记得过度一下哦 然后我们用这个带一点珠光的颜色 抹在眼皮中间 最后用白色提亮眼头 这样我们这里的眼睛的眼影就画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右眼用TF 胆着你们也不想看我这卓虐的技术 直接放效果啦 这边是Lagirl 这边是TF 这两个眼影盘都没有发生偏货的情况 就是在眼影盘里面看起来是一个色 然后使用它是另外一个色 我个人更喜欢右眼的妆效一点 好了那我就去完成我的整个眼妆 全天现在是2点 2点 那就敬请期待 接下来的持终地追踪报道 现在是6点48分 比我们画眼影的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了 可以看到就是左右眼的眼妆还坚定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容易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眼睛上的这个珠光部分已经是有点黑暗了 但无论是左眼还是右眼他们哑光的这个部分 褪色并不是很明显 这边是左眼上的Lagirl 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上这个持终地也称得上是战斗机级别的 大小小小 好啦 经过我的上眼试测 相信大家被这两盘眼影盘的优缺点也一目了然 所以网上放在带了贵战眼影盘 蛤 优秀 那么贵战眼影盘究竟贵在哪一个地方呢 主要贵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她的包装 第二个是她的粉质质感 包括她上眼过后呈现了光泽感 然后最后当然还有她的耐力体现的颜色 就像我一样不一不二 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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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开始发疯 你想累死后期吗 对 我说的开心吗 开心 但平战的眼影盘就不好用吗 我只能说相对于一些好位优秀的贵战眼影盘来说 平战眼影盘确实有一些不可惜一点的缺点 无论什么东西呢 一分钱一分货还是一个真道理 但是咧 平战眼影应该彻底被补定 就能拉这儿来实际 所以除了她的颜色真的我觉得有点普通以外 然后包括 哈哈哈 所以平战眼影和贵战眼影其实也就是各有各的优缺点 平战的眼影不应该被神化 平战的眼影也不应该被彻底保定 总之呢 摆东西前先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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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